大家好,歡迎收看足球頭條 今天又拍大包為大家報導一些足球的最新資訊 接下來將會有很多機構,包括足種或者足協 都會開會研究一下現在的停賽 究竟何時才有機會完結 當然,其實暫時來說都很難作出一些決定 但無論是英超或歐洲足協都開始放了一些風 試探一下風勢究竟大家的意見是怎樣的 今天會跟大家說一下英超和歐洲足協 分別都放出一些可能發生的辦法去解決現在停賽的問題 大家可以一起聽聽 首先是鏡布的報導 英超基本上的風是同意七月計劃 希望球櫃可以以閉門作賽去完成 因為英超已經知道 4月30日再踢回這個比賽已經沒什麼可能了 說真的,這個計劃跟我很早前提及的T加計劃 因為現在英超開始大部分球會都開始贊成一個想法 就是什麼呢? 他們估計當踢回球之後 就是我以前所說的T加計劃 大約之後需要四至六個星期就可以完成 今季餘下的英超比賽 即是說呢 如果假設要去到六月尾才能夠踢回 他們甚至乎去到七月都不怕 只要七月四至六個星期 他們所有比賽閉門作賽 就有機會能夠踢回 由於現在英國那邊的政府說 根本現在很難作出一個決定 去告訴大家什麼時候可以再開始比賽 所以來說呢 根本上現在只能夠做一些預備的方案 所以英超那邊其實下個星期會再開會 但很明顯地 這個T加4或者T加6個星期 去完成賽事這個計劃 肯定會在下個星期的情況會討論 不過下個星期會議也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說各個球會的財務有沒有問題 所以除了英超會開會之外 EFL都會開會 因為一些英國那邊比較低組別的賽事的球會 都幾大機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昨天都說過 連巴翠龍拿都可能財務有問題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以為 球會有很多錢轉會費 不代表他們沒有一個現金周轉的問題 OK 好了 今天第二單新聞就是 Stayley Star 引述一個歐洲足協會長說的事情 說真的 跟剛才英超那個放風出來 就剛剛相反的 因為他就說 這個球櫃有可能是會沒有了 如果足球在6月底之前 都不能夠再踢回的話 這個人就是歐洲足協會長 Alexander Seferin OK 他在一個場合之下這樣說 他就說 他們都很希望 可以盡快進行比賽 但現在這個情況 實在太多事情 不能夠去估計 還有他就說 人命一定要是最重要的 這樣 這樣 他就接受這個 叫La Republica 的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 在一個這麼特別的情況之下 最重要就是人命 以及我們怎樣可以解決 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 當然 足球已經很明顯是被騷擾了 因為現在一直都不能踢球 不止是歐洲的 全世界的足球都已經 在一個停頓的狀態 我們就不知道 這件事情什麼時候會完 但是我們已經在想 Plan A Plan B 甚至乎Plan C 我們不斷地聯絡各地的聯賽 各個球會 還有我們之前開會 說過一些Working Group 所以現在我們和其他很多行業一樣 都是在做一些預備的辦法 看看如果這件事情過了之後 我們可以怎樣做 OK 其實我們現在什麼時候踢得回 都沒有人知道 可以是五月中 可以是六月中 可能是六月底 可能是六月底 如果這些情況是不行的話 可能球季就沒有辦法了 就要告吹了 OK 始終我們要看看怎樣去完成 無論是不要也好 或者是有辦法去完成這個球季 才可以開始一個新的球季 新的球季會不會更遲 這個也是可能成之一 OK 我們現在已經跟不同的聯賽 不同的球會在談 看對於他們的聯賽來說 究竟怎樣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其實他就說 其實如果所有比賽都是閉門作賽的話 其實他就覺得很難想像到 會這樣發生 但是呢 現在都不要說閉門作賽了 什麼時候踢得回球 我們都不知道 無論有球迷也好 或者沒有球迷也好 但我們現在這一刻 就真的沒有什麼其他的選擇了 當然 我們很希望可以將各個比賽都完成 尤其是當地的聯賽賽事 但是呢 我自己就覺得 歐洲的賽事 包括歐聯或者歐霸 如果是閉門作賽的話 我自己就想像不到 OK 之前他也被受批評 就說 這個歐聯16強的比賽 亞特蘭大對著華倫西 那場球 雖然是閉門作賽 但是也有很多球迷 在球場外面聚集了 令到那個規矩被破壞 OK 然後他就這次出來辯護 或者是新辯 他說什麼呢 他說當一場比賽發生的時候 其實呢 在歐洲都不停進行其他的比賽 雖然那個是閉門作賽 但是呢 球迷自己走到那個場館的外面 其實 這一件事呢 是歐洲足以控制不了的 因為這個是西班牙政府那邊的 控制的東西來的 因為球場以外的地方 歐洲足以管不了的 OK 那我自己就說 聽到很多的批評 但是 其實 好老實說 這個情況是 就是 歐洲足協的範圍之外 或者他的權力以外 所以呢 其實就要看回 大家不同的機構 要好好的合作 才能夠 經過這個 這樣的疫境 OK 好了 那今次的節目 就這麼多了 下個禮拜 就會 更加多的會議 無論是歐洲足協那方面 或者本地的 足種那方面 如果我們有更加多的新的消息 會盡快和大家報道 因為我們各位 作為球迷 我想我們除了 大家一齊去努力 現在自己都要 各個都要自我隔離 的情況 但是 我們當然都希望 事件可以盡快 過球賽 可以踢回 我們球迷又可以看球 這個當然大家都想 做的事 要一起努力 趁這個機會 多謝各位全世界的醫護人員 努力幫助我們 對抗我們想像不到的一件事 OK 那就是這麼多 多謝收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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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